张力昂搭公主游轮走玻璃空中步道却腾空腿软,还担心撞冰山。 或文化部106年度电视节目制作补助的台势,三立周日新偶像剧三明治女孩的密集将于今,15日,晚间十点于台视频道首播,该剧是小资女孩向前冲的进节版,描述一位在工作、爱情、家庭中、家缝中求生存的时长女孩。 女孩,虽风光升直,但未料却受到上司闲下宿愿,难以两全喜美,犹如三明治。 三明治女孩的密集这次片头拍摄特别携手与全球最大家年华游轮集团领导品牌的公主游轮,一起下最新、最大、最奢华的盛世公主号作为剧情场景。 盛世公主号是第一艘专为亚洲市场量身打造的旗舰级游轮,也符合剧中三明治女孩的梦想清单。 张力昂、紫红及叶星辰都不是第一次乘大型游轮,但这次豪华之旅的等级却是头一遭。 张力昂说以前是在纽西兰做过大型货轮而已,叶星辰也表示之前有跟家人一起搭乘游轮,只是没有像公主号这么大,这次三人上超大游轮工作,开了眼界直呼,好浪漫,好享受。 游轮也特别安排三位演员参观顶级奢华的各项设施。 为了这次在游轮拍摄,叶星辰很贴心地为大家准备了晕船药,他笑说其实是自己会晕船,他记得以前出海晕到不行,完全影响到最后旅游的性质。 但是,紫红之前拍团体写真实后有做过,这次的盛石公主号规模大导航文不会晕船,唯一印象就是会晃晃晃。 而紫张大师张力昂别看外表很运动型,但只要上船就会晕晕,他客气笑说是因为没坐过大游轮。 叶星辰这次拍摄跑遍了游轮内的主要豪华设备,他形容自己犹如流老了近大官员,因为比五星级饭店还要奢华,听有旋转楼梯,旁边有小盼水池,豪华程度让他们有种身在城堡里,有皇宫般的感觉。 但是,难怪紫红会说,大到可以来探线了。 张力昂以前还未想过要乘游轮环游世界,但经过这次接触后说,可以计划了。 他觉得挺浪漫,因为电影中都会看到游客们都穿得好正式与奢华,穿梭在邮轮上,笑说如要成行真要好好存钱。 他想要搭邮轮去一些欧洲国家,觉得邮轮跟欧洲国家很搭,但担心会遇到冰山,所以还是先去亚洲国家就好了。 而年轻有梦,紫红如果要环游世界的话希望是搭私人游轮。 这次在邮轮上工作让他们难忘的是玻璃空中步道,叶星辰说真正走上去时有点腿软,透明的玻璃往下往就是大海。 拍摄时来来回回走了四五次有,以为自己不怕了,但跟紫红一起在步道上往下看时,他幼稚地从背后推他一下,让叶星辰还是吓到尖叫。